洗车行能年赚几百万 你敢相信吗 阿峰开了一家洗车行 他在门口的广告牌上 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 做了免费洗车的宣传 与其他商家的引流方式不同 阿峰不是免费一次 不是免费一个月 也不是免费一年 是永久的免费 对 你没听错 是永久免费 有人会问 阿峰是不是疯呢 这样免费做不得亏死吗 下面阿泽给你看一下他的什么是 正常洗车SUV要回一些 小轿车便宜一点 阿峰把价格统一定在了50块 然后这50块钱并不是给阿峰的 而是存在客户的会员卡里 洗多少次存多少次 存的钱可以用于车辆保养 轮胎寄存 那是清洗 车辆维修等 来这里洗车就是变相的给自己存钱 洗得越多存的也越多 结果就用这一招 洗车客户每天排队 这就是先打造报品 把钱端看得见的钱送给顾客 然后赚后端看不见的钱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阿峰的第二招就更厉害 首先 如果你推荐朋友也来这里洗车 你就可以获得免费洗车卡一张 也就是说你推荐多少朋友 你就可以获得相应数量的免费洗车机会 这样就形成了一升二 二升三 三升万物的无限列别效果 其次 如果你成功推荐十个朋友 你就可以升级到高级会员 高级会员除了免费获得十次洗车机会 还可以获得其他客户消费10%的佣金 这个时候顾客就变成了他的分销商 通过这个模式 顾客不仅可以免费洗车 还能赚到钱 商家还获得了海量的会员 那就是